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停经以后又出现了阴道的一个出血 或者是B超发现这个热囊周边有出血 或者是热囊位置下移 或者说我们化验学EDCG的时候 EDCG不升反降 这些真相都提示这个照应流产 其实这个流产它分为集中类型 第一个叫先照流产 还有一个就是不全流产 完全流产 还有一个叫急流流产 就是根据不同的情况 我们会采取不同的一个治疗 要么先照流产 它只是有流产的一个先照 但是胚胎还是正常存在和发育着 这时候我们要进行保胎的治疗 但是如果是不全流产 或者是完全流产 或者是急流流产 这样它胚胎已经停止发育 我们就需要采取措施 让认证物尽早地排除职工 进行轻工和处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